国电投轻能公司埃加伦募资10.8亿 计划2023至2025年完成IPO 岁末将至 能源央企加码布局轻能赛道在加码 记者获悉 12月29日 集团轻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埃加伦增资引战签约仪式 在北京产权交易所举办 项目通过混改增资 共引入16家实力雄厚的战略投资者 募集资金10.8亿元 国家电投表示 此次轻能公司增资引战 实施混改 既是公司贯彻落实国资国企改革政策的最新举措 也是积极响应国家探达峰 探中和战略目标的生动实践 在国家电投轻能公司 打造轻能装备独角兽的征程中 具有重大意义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是中央直接管理的特大型国有重要骨干企业 成立于2015年7月 由原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与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重组组建 是全球最大的光伏发电企业 2021年国家电投在世界500强企业中 位列293位 拥有5家A股上市公司 一家香港红筹股公司 和2家新三板挂牌交易公司 国家电投轻能公司 由国家电投和蔚来科学城产业发展 公司于2017年5月合资设立 承担以氢燃料电池为核心的氢能 关键技术开发与产业化任务 针对此次A加伦增资引战 国家电投集团总经济师高光夫表示 国家电投氢能公司 作为首个以氢能为主业的央企 二级科技型企业和科改示范行动中 唯一的氢能企业 是集团发展氢能产业的创新平台 希望公司以本次融资为契机 充分借助各位投资者在战略 产业及金融方面提供的支持 进一步提升市场化程度 打造成为氢能行业独角兽企业 国家电投氢能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李莲荣则表示 在实现国家能源转型与发展的赛道上 双碳目标的发令枪已经冥想 关键材料和装备技术自主化进程 将进一步提速 氢能关键装备应用场景将陆续打开 并将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 注意到 这是国家电投氢能公司时隔一年 再次完成的新一轮融资 朋友圈又一次扩融 2021年1月 国家电投氢能公司A轮融资 引入国家电投集团 国家电投中央研究院 未来科学城产业发展公司 融银投资 国开装备基金 东风资管等8家股东 此次增资引战是2020年 轻能行业规模最大的非上市股权融资项目 融资金额2.5亿元 国家电投拥有火电、水电、核电、太阳能发电 风电资产 是五大发电央企中首个清洁能源 装机占比超过50%的企业 这种发电结构决定了其在制氢路线上的侧重点 以可再生能源制氢 解决气风气光 凭借在资金、技术、资源方面的天生优势 国电投可以说是目前最热衷于清洁能源 以及在氢能领域结盟合作的能源央企之一 早在2017年4月 国家电投科学技术研究院与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 签署北京2022冬奥氢能交通合作一项书 双方在在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达成全产业链战略合作 同年9月 国家电投与签订协议 共同投资10亿元用于氢能产业投资基金 10月 国家电投科学技术研究院 与辽宁省朝阳市氢能源产业基地建设项目签约 总投资11.3亿元 主要建设风电制氢应用示范及产业化项目 天然气参清应用推广示范项目 氢能交通和分布式功能示范及产业化项目 2018年7月 国家电投的氢能义务规格升级 成立了以董事长前志明挂帅的氢能工程领导小组 明确表示要优化国有资本结构布局 打造一流清洁能源产业 在储能、氢能、分布式光伏等领域 率先打造独角兽企业 此后 国家电投马不停蹄提速布局氢能 不断推进清洁能源项目 先后与巨化集团、北汽福田、易华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并重点参与北京地区的嘉清站建设 以京经济、长三角和华中地区为代表的三大区域 成为布局重点 根据规划 国家电投到2025年 清洁能源装机比重要达到60% 2035年达到75% 从综合型能源集团转变为清洁能源企业 记者注意到 今年10月 国家电投清洁能公司曾在增资录眼中表示 将在2022年完成B轮融资 达到独角兽水平 计划在2023至2025年完成IPO 成为市值超千亿的清洁领军企业 成为市值超千亿的清洁能源